大家好,我是游子 又到周末了 给大家上一道凉面 我炒了几个小菜 如果你还做一个酱的话 那就是东北的拌面了 但是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 有那么多菜,我已经够了 洛杉矶9月6号到9月20号是外面进水了 也就是说你花园里不能浇水 地里的韭菜啊,辣椒啊 还有一些别的菜都给剪了 这个是两盆韭菜割的 然后还采了好多好多的螺丝胶 看这些螺丝胶那么长 还蘸了一根日本黄瓜 它跟我手臂那么长 地里两颗牛津菜长得差不多了 我真想吃绿叶菜呢 我把两颗,还有一颗 然后突然我发现架子上面有好多丝瓜 所以我就爬上去 有两颗已经很大了 这个是肉肉丝瓜 我就把它剪了 准备今天这个底汤 面的底汤就是丝瓜、番茄、毛豆汤 还有几颗还可以长一下 好,现在做冷面的配菜 先做一个汤 是丝瓜、番茄汤 先把丝瓜去皮以后 把它切成菱角 像这样的番茄我有好多 新鲜的刚摘的 把它一切二 毛豆是网上买的冰度的毛豆 起油锅以后加入毛豆跟番茄 再放一点盐 翻炒了以后盖上盖 用小火把那个番茄的味道煮出来 自己种的番茄把它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浓 然后加入丝瓜 翻炒以后加一点水 因为我要这个汤汁来浇我的冷面 汤的味道你可以少味咸一点 因为要加面嘛 但是也不要太咸 因为我们还有别的配菜 好了,汤煮好了 现在可以起锅 这个汤你也可以泡饭吃 夏天真的大鱼大肉吃不下 就这么一碗 我再加一个咸鸭蛋 中午我就这样对付过去了 因为我不吃早饭的 这就是早饭也是午饭 剁下来的 我就把它放凉以后放冰箱 晚上做冷面 接着我用甜菜谱和毛豆 还有鸡蛋 做了一个配菜 一袋毛豆 一袋甜菜谱 甜菜谱把它切小段 你要切得再细一点也可以的 然后起油锅以后 先把毛豆煸熟了 加一点点盐 然后盖上盖开小火 把它焖熟了以后 加入甜菜谱 一点点鲜酱油和糖 还加了一点点水 然后再把它焖一会儿 现在可以起锅了 夏天可以把它当小菜来吃 冷面 少不了绿豆芽 但是我喜欢绿豆芽跟黄豆芽 一起煮着吃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包绿豆芽 一包黄豆芽 起油锅以后 就放入这两样东西 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点韩国甜辣椒粉 翻炒以后 盖上盖 煮熟了以后 加入胡萝卜丝 加入一些葱 就可以起锅了 我把它分了两碗 中午差不多吃了一大半 留下的晚上做冷面吃 记得我21岁的时候 去广州猪瀛厂拍电影 在那边待了一年 他们就是用绿豆芽 放一点点的肉丝 再加一点点的榨菜 就是白饭跟这个 我永远不会忘 而且我经常会自己煮着吃 那包甜菜谱 我只做了一半 还有一半 我就是准备跟鸡蛋炒在一起吃 这是一道台湾菜 我打了五个鸡蛋 放了一点点盐 一点点黄酒 把它打碎以后 先起锅 把那个甜谱菜 先把它炒干 炒到没有什么水分了以后 再加入鸡蛋 鸡蛋就是等它有一点点后 翻炒几下 就把它盛起来 不要把鸡蛋炒老了 我跟你说 这道菜又是我的最爱 这是我夏天经常做的菜 台湾人叫菜谱蛋 晚上我吃面的时候 我把菜谱蛋和菜谱炒毛豆混在一起了 拌在这个冷面里面吃 好香哦 特别好吃 那个甜菜谱是甜甜酸酸的 然后又是脆脆的 夏天不想吃饭的时候 做一道这个菜 那又有了菜又有了蛋白质 这道菜会让你胃口大开 我特别推荐哦 因为要进水了 我把花园里这两颗牛津菜也采了 我今天准备先做一颗 哎呀 看看这些菜 还好 菜心很结实 所以虫啊咬不到 但是外面的叶子 给虫吃的像块破布一样 这个菜很好做 我就放点盐 放点盐 然后就把它炒了一下 当然也是加了一点点水 因为我要它的汁 这个冷面哦 是必须要有菜的 你可以用卷心菜 你也可以用大白菜 或者是生菜 或者青菜 都可以的 这是在网上买的牛肉丝 它帮你切好的 价钱也非常的合算 我只用了一半 准备炒辣椒 花园里摘了好多好多螺丝椒 有的螺丝椒 现在已经有点变红了 等我做完了 我才发现 变红的螺丝椒 有点老了 不是很好吃 但是呢 炒牛肉丝 还可以凑合吧 颜色是非常漂亮 有红的 有绿的 我先把它切成丝 我没有把籽拿掉 切了头 但是我在清洗的时候 我还是把籽拿掉了 过几天就进水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把熟的辣椒啊 茄子啊 还有什么黄瓜丝瓜 全都摘了 因为进水以后 你没有水去浇它 然后又那么热 会影响口感 我把锅烧得很烫很烫 然后加了一点点油 然后放下一半牛肉 让它煎 要把它煎出 有点炭烧的感觉 这个牛肉味道就特别的香 我加了一点盐 跟那个胡椒粉 然后把它翻炒以后 起锅备用 然后放入辣椒 边炒 边炒了以后 把辣椒炒到半生半熟的时候 再加入牛肉 然后翻炒 盖上盖 让它焖30秒 起锅前 加一点点黄酒 加一点点鲜酱油 我还加了一点蚝油 加了一点点水 我希望有点汤汤水水 这样在面里边拌的时候 它就有牛肉的汤味 好了 现在就可以起锅了 晚饭 我用一碗冰 再煮了一锅水 把桥面 这是韩国桥面 它已经是半生半熟的 放在水里煮一下 然后马上放在冰里面 让它冷却 凉面 你可以用桥面 也可以用洋葱面 我是比较喜欢用这个细的面 来做冷面 好 看看我是怎么吃这个冷面的 我们的冷面配菜 萝卜干炒毛豆 豆芽 这是丝瓜毛豆 我把它冰箱里冰冷 我要它凉冷 炒了一个卷心菜 牛肉撕辣椒 这个是第一碗 我还没来得及拍 给Sam吃了 这是第二碗了 剩下的面已经不多了 但是够我吃一顿了 先把面撩出来 然后加入冰冻的丝瓜 番茄 毛豆汤 加入卷心菜 倒一点卷心菜的汤汁 然后加入黄豆芽 绿豆芽 再加入牛肉炒辣椒 也加一点汤汁在里面 再加入甜菜谱 炒毛豆跟鸡蛋 好了 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如果你是北方人的话 做一个酱料 那个酱料里面就是甜面酱 跟番茄硕丝 鲜酱油 蚝油 糖 还有蒜跟醋 然后拌一下就可以了 我呢这些菜放在里面已经够了 不需要再放酱料了 今天还是很热的 家里就有30度 周末给你的家人做一碗冷面吧 家里有什么菜 花园里有什么菜 把它分开炒一下 拌在一起就可以了 再提醒大家一下 赶紧把菜园里熟的菜全摘了 下星期开始有15天 不能外面浇水 那些菜不摘会影响口感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